民建聯繼續成為區議會選舉的大贏家 一共奪得136個議席 共聯會奪得29席 自由黨就有9席 新民黨就有4席 泛民主派再次失利 民主黨面對左右夾擊 只是取得47席 由民主黨分裂出去的新民主同盟就有8席 公民黨只有7席 街工有5席 打著追擊民主黨旗次參選的人民力量 只是取得1席 而社民連就全軍覆沒 一直都取不到 建制派之中 民建聯和公聯會所得的議席都比上次多 自由黨今次派少了人參選 較07年少了5個議席 但當選率比上次高 新民黨的當選率亦超過三成 民主黨和公民黨所得的議席少了 今次的選舉 其中一個焦點 國會議員各族議席 當中有10人當選 包括民建聯有4位 民主黨有3人 另外 也包括民協馮檢基 街工梁耀忠 以及黃布東成功連任的梁美芬 另外 大約有50名參選人 因為得票率不足 5%被沒收3,000元選舉案金 WOW TV 紅交流報導 今次的選舉 都會有考慮 包吙蝦